优优独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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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子 我们抛开恩怨 抛开父子情分 做个交易 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 但现在你再对我动手 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你的棋已经下不去了 雨洁死了 孔幽静又背叛了你 你也知道 他去德威集团的目的 就是针对你 你现在最缺的 是一枚对付德威的棋子 而我 就是最佳的人选 你这么做 对你有什么好处 很简单 不是吧 我不想被孔幽静干掉 条件 绝对地自由 你已经自由了 那都只是表象而已 不是吗 你相信我会给你自由 我现在再怎么样 都是死路 至少这个 是我现在能做的 最好的选择 穷斯塞德想要利用我 穷斯塞德想要利用我 现在该放手让他摔上一脚了 现在该放手让他摔上一脚了 公明泽 你有种 这可是你自找的 合作愉快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能让艾伦彻底失踪 又不引起 SJ集团内部混乱的人 很让我好奇啊 当然警官 冒昧请你来我这里做客 请原谅 怎么样 你觉得我这里的环境 够壮观吗 不用这么磕躺 我承受不起 说吧 有什么事 我听说 你在调查五大集团的事情 我呢 也非常讨厌五大集团 那些自以为是的作风 我打算跟你联手 一起摧毁五大集团 重新构建 美丽的新世界 我不是公明泽 别想收买我 您这话 您这话 是不是说得有点难听 应该叫敬您合作 艾伦死后 你就接手SJ集团 这背后的阴谋 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这么说 东警官 您的猜忌心 太重了 像我们这样的音乐人 只有一颗真心 就算合作不成 我们之间 也能够做朋友 您说是不是 情匪永远不可能是一家 有意思 我琼斯塞德就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 还有人不喜欢权力 少使 我看你还怎么玩 臭小子 抓紧时间 只有五分钟 只有四分钟 四分钟 快快快 这么短 还不是因为X50 他现在跑了 戒备越来越严了 烦都烦死了 博士 你是个好人 不然怎么会帮我们 行行行 谁帮你们了 X50可是我的亲生儿子 我不能眼睁睁地 看他挂掉吧 不过 我觉得这个X50 这妆态真的不错 他跟那个芯片完美的如何了 总算出了一个有用的了 比前一个版本好 实验体不是只有一个吗 有两个版本 上一个版本叫做X13 是X50的前一个版本 X13是谁啊 叫 童 童 童博瑞 你怎么知道的 你认识的 他是我一个朋友的哥哥 不是 他现在在哪儿 他现在挂掉了 死了 他怎么死的 X13呢 在战场上 为了救他的队友不幸中枪 送回事件事实已经挂掉了 他的队友呢 就是X50 送来的时候只剩一口气 我呢 就死马当活马一 把芯片移植到他身上了 没想到啊 他的交感神心和芯片完美的融合 他还能够通过影像传输的方式 记载眼前的每一个人 他还能够根据你的行为 了解对方的感受来判断你 事无计刑都能够记载下来 童心瑶的哥哥 是因为金哲而死的 别说真的 傻子 傻子 这就是想责人的事 在家更加钱 这就是想责人的 žieder 我们永远が好 但是 sì 比如说数据库里的那些人物资料 在我们看来 这些人物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有自己鉴定的主角和配角 就像我们走在大街上来回走的路人 作为意识会自动生成群演 但是他们的数据库毕竟是智能数据 不会取分得太清楚 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是主角 包括路人 我不会杀你 别缠着我 我必须杀你 不然邵氏不会放过我的 你根本不是邵氏的人 你的人生才刚起步 还有几天就要结婚 为什么不放弃这自荣 彻底离开地狱般的生活 你不用劝我 我必须这么做 走 你 我不想杀你 杀了我 我不会杀你 如果你不动手 会连累到我的家人 动手吧 求求你动手 静哲 你没事吧 你怎么了 干吗要为这种人难过 这种人就是罪有应得 是我的存在害死了他 为什么一个人的生 就代表另一个人的死呢 难道这就是 唯一的生存法则吗 荆哲 你不用想太多了 谁知道这种人手上 沾染了多少人的鲜血 沾染心细的人是我 荆哲 是不是你身上 X50的晶片 出什么问题了 你怎么像变了一个人 我没有变 只是我意识到 我是谁 我是谁 唐下的这个人 他的命运 也许就是你哥的命运 不会的 我相信 我哥他一定还活着 童心耀 你愿意为我放弃找你一个吗 你愿意为我放弃找你一个吗 我给你最后一次离开我的机会 你不用再给我机会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在我身边你只会深陷绝境 我不在乎 我们不会有将来的 我不在乎 就算你因我陷入绝境 我也只会眼睁睁地看着 不会因为你取消我的整个计划 我不在乎 就算你真的出了事 我也不会为你流泪 我不在乎 我仅仅愿意陪在少东江身边 每一分每一秒 就算身陷绝境 你不用营救我也会自救 我不在乎 如果少东江死了 我也不会留恋 就跟你一起离开 莫莫为 你怎么来了 出什么事了 金哲他现在整个人都不对劲了 行为特别的古怪 该不会 子弹取出以后 芯片在他身上 留下了什么后遗症吧 应该不会有事的 芯片重新启动后 曾经存储的所有资料情报 就会自动运转 那这么说 金哲可以调出我哥所有的讯息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想啊 你哥毕竟是EO的人 这在EO的资料情报 都属于高度机密 就算是X50 也未必会有EO的资料存档啊 而且这个功能这么强大 不是每个人都适应得过来的 就算是金哲 也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所以这段时间你不要打扰他 等他适应之后 也许还能帮你解开你哥的失踪之谜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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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伯瑞 董伯瑞 兄弟 看来我不能活着出去了 这是我妹妹 帮我照顾她 董伯瑞 董伯瑞 成了你的事 我做不到了 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她远离危险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我一定要改变这种 藐视人生存的法则 是不是你身上X50的晶片出什么问题了 你怎么像变了一个人 我没有变 只是我意识到 我是谁 这段时间你不要打扰他 等他适应之后 也许还能帮你解开你哥的失踪之谜呢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要不是你 我早就把戴卫杀了 X50就是终极生命的 机器 而你哥和我是同一类人 双手沾满了鲜血 你不要侮辱我哥 他不是这样的人 崇星遥 别自欺欺人了 一忧是什么单位 不用我解释吧 我们为了生存不断地杀戮 只有被终结 才是唯一的解脱方法 而你哥失踪那么久 说不定 别说了 你不想听 不代表这不是事实 不是吗 京城 你现在怎么变得那么无情 不是我无情 是你傻 X13也好 X50也罢 我们 我们 只是个冷血的杀人机器 是你 童心遥 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请原谅我对你做的一切 这是唯一可以保护你的方式 出什么事了 京城 它彻底变了 变得冷血又无情 变得冷血又无情 他跟我说 我哥根本不是什么失踪 而是死了 王莫威 是不是X50芯片植入人体以后 就会失去理智和情感啊 你别乱猜了 我没有乱猜测 我不想京城变成X50以后 我就彻底失去了它 我身体不太对劲 不知道是不是芯片机动后的负作用 我想见博士 你能帮我吗 是因为童心遥吧 其实你根本不需要见博士 你是在人体实验里 出现排斥现象最少的 X50和你已经完全融合 X50是最大的储存库 每个人的资料 你应该最了解 童心遥一直在调查 他哥哥的失踪事件 你明明都知道 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因为那是他生存的信念 所以 你难道隐瞒他一辈子吗 还是说你把他知道以后 离开你 对于X50来说 感情不是第一位 破解五大阶段的阴谋 才是最重要的 等所有的事情处理完之后 我会告诉他的 也许晶哲需要一点时间呢 我相信 晶哲他不会因为X50芯片 变得冷血无情的 你暂时没有地方去 就住我家吧 王伯伟 谢谢你 王伯伟 谢谢你 王伯伟 来跟邵董市长 谈点项目 我知道你 不仅仅是为了 合作项目来的 说吧 什么事情 宇洁死在你的别墅里 你一定知道原因 这件事 你不应该问我 应该问的是警察 你别跟我装糊涂 你到底跟宇洁说了什么 让他走上了自杀这条路 不 太轻易就知道答案 还有什么意思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宇洁到底是怎么死的 虽然你的问题 我不能帮你解答 但是 我告诉你另外一个故事 作为补偿 如果宇洁没死 那么一身集团的继承者 就是你 我反对邵董将跟宇洁结婚 就是为了排除他 让宇洁跟你在一起 是因为邵董将毁掉了尹会所吗 当然不是 是宇洁爱上了你 汉拔劫持了宇洁以此作为要挟 这也是邵董将 为什么明明爱得另有其人 却要胁迫于洁跟他结婚的原因 那是因为 邵董将为人太过自私 想要弄清楚自己的身份 可惜啊 他用错了知道真相的方法 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于我 好来 我知道宇洁爱上了你 这就是我 更换继承者对象的初衷 而汉拔却在这个时候绑了你 他又在宇洁的面前 说了我才是他的亲生父亲 你说 他会不会崩溃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说的吗 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对我来说无所谓 不管你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只知道 你也是杀死宇洁的凶手之一 我一定会让你尝尽 失去一切的痛苦 现在我们该做的事 查出有关五大集团力离弃死亡失踪的那些人 把这些人的死因和失踪原因都调查清楚 拼凑在一起就会显现出一条新的线索 可是这也不好查呀 他们抹掉这些人痕迹的方式很干净 未必 你爸就是他们最大的漏洞 还有 我怀疑一个人跟这件事情有关 这是我之前根据记忆聘接出 跟他最相近的模拟照片 你可以看一下 可是我爸死的时候 连一个目击证人都没有 你怎么推测他就有嫌疑 我说的话你会信吗 你别管我信不信 你命在我手上 你不说实话我就开枪了 你是该医神卖命的 无论我说与不说你都会开枪 比比我动手 老师 你得到去哪里 你接近我到底什么目的 没有目的 你撒谎 已经有人找过我了 他和我说 跟我拜对接的警官 不希望我和其他警方接触 可是这双眼睛 我很熟悉 这样 等我确定完之后再告诉你 等等 通信尧怎么办 我不希望 他也参与到里面 那样他会陷入危险 在一切结束之前 我暂时不会见他的 以后你有什么困难 就在你家门口的街角 放下一个欠人掌 到时候我就会出现 你 你在看什么 嗯 看起來 怎麼那麼眼熟 這是從金哲身上取下來的 我說的不是這個 之前好像在哪裡見過 別逼我動手 我 你到底跟金哲說什麼了 我 我 這跟你爸中槍的彈頭是一樣的 在案發現場除了你還有誰 還有金哲 我原本以為是金哲殺了你爸 後來才知道另有其人 那金哲的判斷就是對的 這個人一定在一神集團 難道是帶我進一神集團的那個人 今天請我來SG集團 不僅只有請我喝咖啡這麼簡單吧 不愧是國際刑警組織的高層啊 奉承的話就不用說了吧 好 好 我就喜歡你這麼爽快的人 好 端警官 你在警局裡這麼長時間 總和功名則鬥 這種生活 一點意義都沒有 我呢 可以改變你所有的一切 只要你跟我合作 我也想改變我生活的一切 可是我有個條件 你說 我一定滿足你 給我五大集團的犯罪證據 而我會向法官求情 跟你從親量刑 段警官 您這是在開玩笑吧 你們警方盯著五大集團這麼長時間 找到任何的犯罪證據了嗎 沒有 請你不要把懷疑當成事實 我很清楚 五大集團裡 有你們的臥底 把臥底的名單給我 我保證絕對不會動他們 但如果 你不告訴我 到時候出了問題 就對不起段警官了 宮警官 槍殺王捕的兇手 和兩年前華州暴力事件 槍殺金哲的兇手是同一個人 你有什麼證據嗎 王捕被槍殺那一天 我在王捕身上發現的子彈 和從金哲身上取出的子彈 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極少的黑鑽 黑鑽 那這麼說 在婚禮現場槍殺漢拔的 也是同一個人 也就是說 只要我找到這個兇手 所有的謎底都會被解開 好 果然如你所料 老頭子的棋局還真走不下去了 靖哲 你變回X50以後 還真不一樣了 東江 現在你會一神了 僅僅你的力量是不夠的 你必須戴上警衛 你開玩笑的吧 我自己身處危險還不夠嗎 還讓我戴上我心愛的人 這個我不能同意 你在一神裡面 我不可能保護你 萬一你遇到什麼危險 我們不就前功盡棄了嗎 行吧 這事我看著來 對了 童歇堯和王伯偉那邊怎麼樣了 我不想童歇堯參與這件事 我覺得沒那麼容易 童歇堯可不是那種輕易放棄的人 童歇堯給你聯繫了吧 聯繫了 我說你這麼費盡心思抓童歇 這回倒不著急了 童歇堯 你還是不了解我 對於X50 我向你已經很清楚了 我 你還是不瞭解我 我把他抓了 你还是会费尽心思地 把他救出来 没有必要 而且他很聪明 已经找到了庇护 我像警方那边也会护着他 现在爆出了实验室的事情 那里反而变成了最危险的地方 你 觉得我是个会自掘坟墓的人吗 你继续盯着他 有什么情况随时随地告诉我 你会相信我 就像你说的 现在什么都没了 我也只能相信你这个好儿子了 你要是当初早把真相告诉我 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好 感性的话留到以后再说吧 现在 第一个要对付的 一本 八落 然后 好 要对付一本 我得找你要个人 景盈 你 锦莹的事我处理好了 但有件事我想不明白 少使不是要针对汉拔和孔幽京吗 怎么转向一本八落了 一本八落 鸭的话 一本八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